最近中国将征收海外扶人税的消息 引起了很多深居在外的华人关注 据第一财英报道 中国全球征税一直有政策依据 但执行力度有限 另外对于在中国境内 无助所的个人相关配套的文件 自2019年起设有6年的豁免期 当前距离首次到期时间渐进 当然由于此类规则 中国政府此前从未执行 所以从现有的文件来看 针对境外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尚无具体细则 并且近期长文中了 中国要对全球范围内 具有中国国籍的高净值人群征收税 1000万美元是门槛 海外上市公司股东被涉及等消息 尚无权威的依据 上周彭博社报道 随着中国开始执行外国投资规定 中国主要城市的一些富人们 面临高达20%的海外投资收益税单 今年3月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在一个税务计算服务与风险提示案例中称 境外所得要申报 切勿隐瞒 存侥幸 并明确了居民个人对其境外所得 需自行申报纳税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 均应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法中 取得境外所得被明确列为纳税人应当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形 并要求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号至6月30号内申报纳税 北京大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萨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相比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已有较为完备的相应制度 中国在境外个人所得税收方面的法律规定相对之后 2020年出台的相关规定为具体执行做好了制度的准备 在当时就已引起过议论关注 但他也提到中国过去在具体落实方面并不严格 主要考虑可能是经济发展以及防止资本外流等 不少税法人士认为 一国对应税居民境外所得征税是大势所趋 中国跟进国际做法或者是时间问题 肖萨表示 未来若中国也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进行征税 也要考虑可能面临的部分应税居民 通过转换国籍资产转移等方式避税的问题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下对中国境内无住所的 个人6年豁免期到底是什么意思 根据判定标准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的判定标准 6年周期及周期内的居住连续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文件自2019年1月1号起实施 第一 无住所个人 一个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满183天的 如果此前6年在中国境内每年居住累计天数都满183天 而且没有任何一年单次离境超过30天 该纳税年度来源将被计算于中国境内境外所得 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如果此前6年的任意年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不满183天 或者单次离境超过30天 该纳税年度来源于中国境外且由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所得 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 无住所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累计居住天数 按照个人在中国境内累计停留的天数计算 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满24小时的 计入中国境内居住天数 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不足24小时的 不计入中国境内居住天数 所谓的此前6年是指该纳税年度的前一年 至前6年的连续6个年度 此前6年的70年度自2019年以后年度开始计算 这就意味着自2019年及之后算起 若无住所个人连续6年在中国境内 每年累计居住天数都满183天 而且没有任何一年单次离境超过30天 则从第7年开始将要为境外所得纳税 如果6年中有任何一年上述条件中断 则第7年继续免缴个人境外所得税 从这个豁免细则来看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 可能大部分美国绿卡持有人都能够享受到该豁免政策 因为想要保持绿卡状态 美国务院则对在美居住停留的时长也有一定的要求 既没有特殊理由 每年要在美国居住半年以上 这就意味着绿卡持有人离境时间也不得超过半年之久 所以如果绿卡持有人想要每年都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3天的话 则将会是一个非常极限的情况 但如果中国政府一旦下定决心 开始向全球中国公民征税 或许有朝一日 这个豁免条款也会随着执行的力度增加而改变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